縣長日前到金城鎮視察 厚安西區的排水 還有金水西區的排水的重要排水區 瞭解未來改善情況 希望能使地方民眾得到更完善的環境 還有排水安全 沒有那幾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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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個欄杆都沒有 原石啊 那原石就沒有了 路原就沒有了 近年來因為地方反映 厚安西區的排水部分 因為沒有辦法安全的設施 跟周邊農路的狹窄 所以建議工部門 並同農路的設施辦理改善 所以金城鎮公署已經研議 改善工程並報請縣府補助辦理改善 今天呢我們跟鎮公署李鎮長 以及我們在地的鄉老 一起來看這個厚安西上游的 整個區排的一個工程 最主要的是 我想為了金門整體的水利 我們在很多的鄉鎮 很多的村裡都有做這個區排 但是區排呢 在村裡之間有時候會發生 就是當天色昏暗的時候 騎士或行人 在使用上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特別是我們荷安西上游這一段 在過去也發生過一些意外 所以我想 所有的水利設施或者是公共建設 還是要以居民的安全為第一考量 所以我們跟鎮公署還有跟當地的鄉老 就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一直在做這一塊的相關規劃 但是由於我剛才所說的 它不是一般的水溝 也不是像大家所說的 就簡單加個蓋就可以 它是整體區排的一部分 所以涉及到在區域排水的這一個上面加蓋 它必須經過一些水體的一些相關的設計跟測算 那我們現在目前整個方案都已經都規劃好 所以今天特地來現場看 那也跟鄉親來做溝通 目前會分兩個部分來做 按照年度預算 今年度會先發包一部分 那明年度預算羅列出來之後 會再接續的來把未完成的部分把它完成 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也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包含它的照明感應式的路燈 還有這些相關的環境 一併把它處理起來 讓鄉親有一個好的 不只是清水使用水 更有一個好的用路空間 縣長也督促京城鎮公所 在改善工程還沒有完成之前 應該加強周邊排水渠道清淤工作 以維持汛期期間排水暢通 相關排水改善工程也將看中央計劃其成 積極爭取中央計劃補助